湖北宜昌市公職人員譚君 最近公開起訴湖北省政府隱瞞疫情 導致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 成立在中國大陸 因為疫情公開起訴中共當局的第一人 雖然因此他受到很大的壓力 但譚君表示他仍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下去 在這個歷史事件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4月15號 譚君對《大紀元時報》表示 他已經把對湖北省政府的行政起訴書 郵寄給了武漢市中級法院 52歲的譚君在宜昌兒童公園管理處工作 讓他決心跨出民告官這一步的 是中共肺炎疫情給武漢帶來的嚴重損失 以及湖北人因此受到的不公平對待 我是一代公共的人員 這個事件到發之後呢 我作為湖北人吧 看了那麼多圖片信息 特別是湖北人跨省有路的時候 直接被歧視 被殴打 這個必須要有人承擔責任 這個事情非常嚴重 我認為我有必要上出來呼籲一下 讓湖北省人民政府給他們負責 談軍起訴湖北省政府隱瞞疫情 導致人民群眾生命財產損失 起訴訴中表示 根據中共國家監察委3月19號發布的 《關於群眾反映的涉及李文亮醫生有關情況調查》的通報 確定中共肺炎在去年12月 可能更早就已經發生 並人傳染人 但是湖北衛健委2020年1月11號發布的通告稱 沒有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沒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刻意淡化疫情 此外 貪軍表示 湖北省政府在已知疫情存在的情況下 沒有採取適當的措施 剛才之後又回到他的當地 還有他叫民眾的感染人員 彈軍提出兩個訴訟請求 第一 依法判令湖北省政府在《湖北日報》登報道歉一天 第二 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但是 民告官之路並不容易 彈軍在4月13號到宜昌市西陵區法院遞訴狀 法院人員告知 甘願沒有權力審理這個案子 第二天 彈軍又去宜昌市中級法院 也遇到相同的情況 目前 他雖然將訴狀郵寄給武漢市中院 還不知能否被立案 與此同時 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區分局國保大隊 已經找到彈軍 要他寫承諾書 彈軍表示 自己承受著很大的壓力 但是仍決心按照法律程序一步一步來走 雖然他深知行政訴訟民告官 勝訴的機率並不大 還可能面臨國家機器的打壓 但是 在這個歷史事件中 在這個歷史時刻 自己作為一名湖北人 能站出來說一句話 能振臂一呼 目的就已經達到了